就是9月多的時候會去紐約 去那個地方是聯絡國的開會的地點 我們會做這樣的一個Sender 那現在已經民主金布黨執政了 在國會也好,在政府也好 現在是民主金布黨 民主金布黨大家也知道都是從人民這邊 產生出來的政黨 並不是從這個中國那一邊 逃往到台灣來的國民黨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既然中國不再邀請台灣 去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這個時候我們一方面 從這個外交的手段 一定要努力讓很多國家知道 原來台灣想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台灣應該要進入聯合國 這個讓更多的國家來幫我們發聲 甚至可以開國際的研討會 開國際記者會 當然透過外交管道 也在一起讓更多的國家替我們發言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民間也要繼續除夕的發聲 最好是怎樣 最好是各地方政府 以及各地方議會 都能夠決議 支持台灣中央政府 能夠以台灣的領域 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加入聯合國 那或是說 至少支持這個台灣 為了健康人權 應該進入世界衛生組織 那第三個 立法院 這其實是立法院 很多年來 都有共同協議 主族政府 應該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但是 在馬英九 替中國解套以後呢 這八年來當然就不需要了 因為我們已經坐在那裡做觀察員了 結果就 都沒有這樣子一個作法 我們以前在馬英九 逐政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希望說 你去那裡做得要講講話啊 說很高興讓我們做觀察員 但是我們希望給我們做會員工 這個要講話也都沒有講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 你其實是有默契啦 這默契就是所謂的賣台 那 現在 我覺得說立法院要再強起來 因為立法院的國民黨 在八年來 馬英九的這種 政策出下 是縮起 以前國民黨是都是說 他們還會做一個責議 說大家一起來租住 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那算是沒問題 所以一方面我覺得立法院 要再回來租住 政府 我們地方政府也要來租住 政府 我們民間單位也要來 搭配政府的這個作法 繼續努力 然後一方面做民眾的教育 我們這個民眾要大家一來一簽住 我們不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這是 中國的 政治干預 是不對的 我們大家一起來發聲 用這樣的主族之下 周江政府是靠開來的 他就比較可以大聲的 你看 那最好是來做一個公統 如果公統說你贊成台灣 與台灣的聯誉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嗎 如果這個公統能夠達到八十 八十或者以上的同意 那我看這個 產生的這種力道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公統 儘快通過 這樣的話 有立法院的共同決議 再加上人民的公統決議 我相信我們要 去跟世界衛生組織訴求 說讓我們來加入 那這個 會比較 比較 有力量一點 我不敢說 一定會 比較容易成功 但是至少會比較有力量一點點 那這個部分 我相信是我們可以做的